过年很多人都决定干脆外带回家好了 甚至在外面吃担心疫情 那么现在这种自主的需求真的还蛮高 所以超商也抢工生鲜食品的商机 打造了便利的快超市 这里头有冷冻还有生鲜食品 让大家可以一次买个够 拉开冷冻柜 日本A5和牛还有整尾鲜鱼通通都有 旁边货架上更摆满小包装蔬菜水果等 超过3000种生鲜商品 这不是超市或大卖场而是便利商店 手机先订货拿了就走 抢工后疫情时代再加自主商机 超商超市化规模再加大 7-11打造第一家便利快超市插旗是零 从卖场陈列到冷冻冷藏设备 都比一般门市多四倍 生鲜商品超过3000种 还和两大外送平台合作 提供24小时外送服务 过年前戏销售增加一到两成 买了一些青菜 然后还有一些生鲜冷冻 很方便啊 我可以利用那个上下班的时间的 空档来拿货 我大部分都会在传统或者全年 可能是他刚刚开始我没有注意到他有 对手全家也有布局 布置同样有鲜物专区 扫描QR Code还有料理食谱可以参考 更携手法国最大冷冻超市 将道地法式美食搬到店内 另外莱尔夫除了实体店 还结盟虾皮商城推网路旗舰店 上架生鲜食品和冷冻条理包 是蛮方便的 特别是可能是台风天嘛 我觉得就很方便就可以 住这边就马上过来买了 抢供全台460亿生鲜杂货商机 各大超商线上线下通路都不放过 也成功助攻营收 三星宇宋宇宙李某山泰北报道